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为你和你的家庭建立养肺炎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依娜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首批QB的家庭乔迁新居 专家预测储备银行将会进一步放宽政策 那么在今天新闻当中 我们还将会了解到的是 在奥克兰有12个海滩遭到了污染 大家夏天的时候呢 可千万不要去那边游泳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近日总理Jacinda协助防和城市发展部长 威尔特怀福德和当地社区呢 一同欢迎第一批 共计18个QB的家庭入住新居 大家在Papakura的Maculana开发区呢 举行了街头的派对 和老住户们相互认识 并且为他们介绍了 KVBuild的新邻居 总理Jacinda表示 KVBuild正在让成千上万 被距于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年轻家庭 有机会在可负担的范围内 实现首次置业 政府坚信 居者有其乌是社区强健发展的核心所在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温暖 干燥负担得起的家 总理表示 恰逢政府组建一周年之际 有幸邀请第一批KVBuild的家庭入签新居 是一件暖心的事 部长表示 政府致力于解决全国住房危机 改善住房可负担性 缓解租房市场的巨大压力 首批18个家庭 洗牵新居 使KVBuild成为现实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政府正忙着在全国各地 建造更多的KVBuild房屋 再通过禁止海外投机者和填补税收漏洞 以及改革租赁市场 来提高住房可负担性 菲尔特华福德说 摆脱租房危机任重而到远 而首批KVBuild的建成并入筑 标志着这一任务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海外限公令自实施到现在 已经有近半个月的时间了 根据房地产市场反馈的数据显示 这个禁令的声效 对现阶段市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根据最新房产和信贷的数据 专家预测 储备银行将会进一步放款政策 数据显示 禁令实施后 各公司参与拍卖的房屋倾盘率 维持在三分之一 在售出的28处物业中 15处的成交价格超过估价 13处低于估价 这表明房价也相当稳定 对此 ANZ的经济学家表示 储备银行很可能在11月 进一步放宽LVR的相关规定 据悉 11月28日 储备银行预计发布新的金融稳定报告 贷款与价值比限制 将作为重要的评估内容 ANZ的首席经济学家 高级经济学家和高级宏观策略师都认为 根据最新的房产和信贷数据 考虑到全国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可能性加大 储备银行将会进一步放宽LVR的政策 在ANZ的物业焦点报告中指出 鉴于投资需要特别疲软 预计任何改动都会给房产投资者 带来边际利好效果 他们认为储备银行进一步松绑 贷款限制的条件已经成就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似乎有下行风险的倾向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 夏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烈了 对于奥克兰人来说 夏天在海边游泳是一件非常普通而且幸福的事 对于对长期水质的担忧 奥克兰市政府就将12个海滩列入了不安全的黑名单 这些海滩被认为是不适合游泳的 奥克兰市政府近日发出警告 表示人们接触到这些海滩的海水后 可能会面临中到高度的感染风险 海滩的主要风险来自于污水系统所造成的粪便污染 被人类或动物粪便污染后 海水中可能含有致病的细菌病毒 以及沙门市菌 蜿曲杆菌或者是边毛虫等原生动物 这些污染可能会引发肠胃炎 呼吸系统疾病 耳朵和眼睛感染 以及皮肤感染等疾病 据了解 这些今年被列入黑名单的所有海滩 都是再次出现污染问题 去年夏天也曾受到警告 在昨天下午的3点15分左右 新西兰中部地区发生了6.2级的地震 南北岛均有震感 新西兰地震信息网GNET表示 地震发生在北岛中部的小镇 桃马鲁努伊西南25公里处 震源的深度为207公里 GNET表示 和浅源地震相比 像这样大而深的地震所引起的余震会比较小 民防部门表示 新西兰是不会受到海啸威胁的 地震发生后 许多民众将他们的经历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约有9000人都表示他们感受到了地震 在首都惠灵顿议会暂时休会 部分航班改在其他机场降落 惠灵顿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MEDLINK表示 渡轮、巴士和火车可能会晚点 建议人们查看MEDLINK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 与取得最新的公共服务信息 地震也波及到了南岛地区 有基督城的居民表示 他们感受到了地震 新西兰交通局发言人说 地震发生后 南岛没有封闭道路 或者是提供相关警告的报道 截止发稿 地震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财务损失 中国进口博览会将会在下周开始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表示 约有90家的新西兰企业将会组团 亮相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 展示牛奶、牛油果、猕猴桃、蜂蜜等 优质的食品以及农产品等 在国家馆的展示上 新西兰将会重点推荐 看不见的服务贸易 突出其在旅游、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软实力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商务领事 潘迪文表示 新西兰不仅将在进口博览会 设立国家馆 还将组织90家左右的企业组团出海 在企业商业展中的食品 及农产品展区 整体展示新西兰企业的形象 据了解 占地大约207平米的区域内 将展示产自新西兰的概念 通过视频显示对新西兰优越的水土气候 并展出新西兰最优的产品 包括牛奶、蜂蜜、牛油果、猕猴桃等 对中国市场来说 产自新西兰的牛油果还是很陌生的 现在正是新西兰牛油果种植季节的开端 希望能让美味的新西兰牛油果打入中国市场 新西兰的优质食材吸引了不少买手的注意 加勒福方面介绍 企业的采购意向 集中在新西兰、瑞士等国的奶制品、日化用品等 对高品质、健康绿色的有机食品将重点关注 在国家展中 新西兰将重点放在旅游、教育、科技的推介上 帮助中兴两国加深合作、实现双赢 现在新西兰每年吸引4万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 和数十万名中国游客 2019年为中国新西兰旅游年 新西兰期盼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新西兰观光旅游 潘金文表示 科技是新西兰第六大出口领域 希望能通过进口博览会告诉全世界 新西兰不仅有优美的风光和物产 还有看不见的科技软实力 有人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可以说是开创了新派武侠风格 被誉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 他的作品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 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然而就在昨天下午著名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 因病在香港的养和医院辞世 享年94岁 消息已经发布震动了两岸三地 金庸原名扎良庸 笔下创作多部筷子人口的武侠小说 包括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以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 孝傲江湖 鹿顶记等 除了文学界外 扎良庸涉足传媒界多年 1947年 大学毕业后 先受聘于上海大公报 任国际新闻编辑 1948年 大公报香港版副刊 急需翻译人员 扎良庸被报馆调派来香港 随后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 1959年 创办明报 1968年 又创办主打娱乐 名人及时装的明报周刊 1969年 明报晚刊创刊 明报在80年代急速发展 到1989年 当年65岁的扎良庸宣布辞去社长一职 1993年 宣布辞任董事局主席 向他一手创办的明报正式告别 从1955年 使用笔名 金庸连载武侠小说 《处女座书见恩仇录》开始 到1972年 完成录顶记后封笔 金庸总共写了15部 筷子人口的武侠小说 编织了一个又一个 瑰丽奇幻的梦想 为武侠小说史 乃至中国通俗文学史 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根据保守估计 金庸小说全球发行量 已经超过了3亿册 翻拍或者跟他作品有关的电影 电视粗略统计 也已经超过了100多部 金庸的事实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昨天重庆曼州 这一家公交车救援工作 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救援工作继续在有序的开展 记者从现场获悉 截止到10月30号的16点45分 三批次的六名潜水员 下潜打捞工作 共发现了9名遇难者的遗体 现在已经打捞上岸的有7名 10月30号 重庆曼州坠江公交车救援工作 已进入第三天 救援工作继续有序展开 记者从现场获悉 截止10月30号16时45分 三批次六名潜水员下潜打捞作业 共发现9名遇难者遗体 已打捞上岸7名 30号凌晨1时许 记者看到 长江救援2号浮吊船 装载好潜水用相关设备后 从救援临时码头出发 驶往公交车坠江水域 船上救援人员 在船上安放救援相关设备 潜水员也做好下水准备 六时48分 第一批潜水员下水 官方通报称 勘测发现 水下环境复杂 有乱石 钢结构 雨网和乱流等危险因素 潜水员水下可见范围只有1至2平方米 潜水作业难度极大 潜水员发现 公交车呈30度角前倾 车窗玻璃全部破碎 车辆结构部分受损 在车辆前方数米处有一处断崖 记者在救援现场获悉 由于害养潜水作业时间很短 潜水员每次作业时间在35分钟左右 并需要5到6个小时进行水下减压和减压舱减压 救援现场已调集20余名具备深浅能力的潜水员 在现场后备接替 现场医疗应急等潜水保障组也做好安全保障预案 上午打捞工作正式开始 截至15时 共有3批次6名潜水员下潜打捞作业 据悉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要求 尊重遇难者 注重人文关怀 优先搜寻遇难者遗体 全力打捞遇难者遗体 并为后续公交车打捞出水做准备 相关工作组正积极做好 失联人员家属安抚 善后等工作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跟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我们明天的天气情况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人生很多幸福 来自一场不期而遇 然后彼此陪伴渐渐亲密 不要着急 用心体会 直到最完美的那个时间 Gansk Mobiler 好家具办一生 新春特卖在即 欢迎来电选购 美食征集令 美食征集令 TV33大型美食评选节目 我家招牌菜 即将闪亮登场 各位家庭厨神 带上您最得意的拿手好菜 来我们的节目 秀出来吧 咨询热线 09-528-2250 想请请关注 TV33微信公众平台 美食征集令 美食征集令 TV33大型美食评选节目 我家招牌菜 即将闪亮登场 各位本地餐厅的老板们 带上您餐厅的招牌菜 来我们的节目 秀出来吧 咨询热线 09-528-2250 想请请关注 TV33微信公众平台 由JustPrestage主办 阿拉拉承判 李云迪 云指肖邦 2018纽奥巡演 奥克兰战 即将于10月31号晚上7点30分 在沃德峰Event Center举办 赞助商 GPSPAR成就美丽梦想 CMC Market 外汇股票交易平台 UNICOMNZ 专注商业及家庭网络服务 全球专品专购 旧在33go 精品一刷就找以美购 制定钢琴提供 Louis Eddy 制定签证机构 双子移民留学 制定餐饮 洗洗海鲜 鲜花摄影 旅程婚礼策划 订票请登陆 alalaentertainment.co.nz 修卡车去哪里 AvenueMangoray Auckland Resident10月促销活动 正在进行 Resident高级油漆和木材 着色计75折到7折优惠 强制7折优惠 粉刷用具75折优惠 让Resident祝您省大钱 公贺宝德利斯留学移民成立8周年 8年来我们兢兢业业专注于留学移民 想留学办签证要移民 就找宝德利斯 地址175号 Queen Street五楼 Oakland City 电话093098818 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